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 1月23号、24号两天 在花联文创园区举办 乐见四集活动 23号下午进行开幕和系列活动内容 四集有许多精彩的美食和摊位 有很好的音乐表演 抱着享受的心情前来 策展单位希望真心期待 有一个好的全新开始 让花联的艺文 能够在文创园区内动起来 由于目前文创园区 没有经营团队的大型场馆空间 又必须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 进行相关活动策展的规划执行 以及维运管理园区的基本运作 跨离很多那些的路由 跟这边关系就非常深 大家对这边期望也非常的高 那主要是什么样的狗 我们文创固跟文创固 谢谢 在我们我们进度的期间 可以收到很多方的好朋友的支持 我已经参与到这里面了 那当然今天还没有在做 像小姐老师啊 宿命啊 玩心啊 那还有我们这边的团队 很多大家都突如心里 才能够在 算是有点坚固的情况下 这个花创的 当作一个平台 然后让我们这个 包装 这个花园地区的一个好的文化 能够在这边展现给 在所有的民众面前 当然各位会认识到 花园文化你连不去 现在文化部正在公告的违败当中 未来或许 不知道是哪一个团队会记住 或许会留标 或许会怎样 不晓得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跟在地的结合 文化局长也表示 花园的文化园区 是许多花园人所共同的记忆 而老旧的场馆 又具有相当的独特性 希望有经营团队 能够与花园文化局结合 共同想办法 为花园园区 打造成为 推展文化与观光的基地 以及在座各位记者朋友 在座各位的好朋友 如果有任何的人 想要参与文化部的标案 要进场 请拜托联系他来跟我 稍微交叛一下理解 因为这整个场域的美好 它是历史建筑区 那现在不会有任何一种的商店的形态 你可以赚到钱 可以养成一个公司 你还可以修这整片的建筑区 那这件事情只有花园文化局可以做 为什么可以 因为这个文资按照文资法的规定 当花园区文化局跟这一天文化资产 有了任何契约上的关联性 不管这个关联性来自于文化部在行政上面跟我们合作 或者未来进度的团队 跟我们合作所关联性的时候 我们就有身份可以去叫文资局要钱 来帮大家做整个管局的征修 那第二件事情是 融化资产的主管机关是我们 所以你觉得这一棟楼你要用力 或那一棟楼你想要改什么呢 所有的改变需要去调整叫意义计划 意义计划是我们在负责审查 所以必须要有好的关系 未来对这一片的想象 在行政上面才会有最有效 最迅速的方法去支援这些事情 而在今日的市集当中 也来了许多的游客 对于每一个特色单位也吸引了大家的兴趣 策展单位也希望往后的多个活动 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 为文化与观光注入一股暖流 记者林前花莲市采访报道